欢迎收看112年9月1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李凡飞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高雄车站的主体工程陆续完成 车站前的建国路 车来人往 人行道的品质当然不能太差 高雄市公务局近期针对战前的建国二路和塞路 进行环境改善 让来到高雄的旅客都能有平顺跑走的人行道 投避加水似乎是高雄人的日常 不过高市府通过最新的加水站自制条例 不符合规范的话 在2025年1月之后 都可能面临需要废除先前的核发许可 将引发一波未来恐怕没有加水站可以买水的讨论 外来种鱼类繁殖迅速而且严重破坏生态 其中鱼虎最为严重 对于水域内活动的水鸟威胁相当大 高雄市野鸟学会持续进行生态保卫战 藉由钓鱼志工来钓除外来种鱼类 以保护当地的水鸟 高雄铁路地下化的最后一里路 高雄车站主体工程正在陆续完工 高雄市公务局近期针对战前的建国二路和三路 进行人行环境改善 将附近一路到自立路两侧的人行道 从原本的人行地砖改为优质混凝土铺面 让拖着行李的旅客走起来更加平顺 高雄车站前的建国路车来人往 赤高雄市重要的东西向盖道 人行道品质当然不能太差 随着高雄车站主体工程陆续完成 高市府公务局开始针对建国二路三路的人行道 进行改善 附近有国光客运 童年客运 还有公车站 还有一些商旅 更多的一些店家 然后旁边还有熊钟 所以它这边的人潮非常多 那我们随着整个高雄车站的完成 还有战东战系路永久路行的完工 我们也针对建国路整个人行环境做一个改造 以串联整个高雄车站周边的人行道 那整个让以后人行环境更为通上去安全 建国路原本的人行道 铺的就是像这样的人行地砖 容易凸起破碎 现在全部被挖除改为优质的混泥土铺面 里面放上钢丝网更加坚固耐压 铺面会搭配切割缝具有美观容易维护的优点 原来铺面它已经比较老旧的有一些呈现的问题 那我们目前高雄市都采用PC刷毛 只要考量它的一个耐久性美观性还有经济性 那我们目前这一段也是采用一个PC刷毛的情况 比较高低不平啊 目前我看它好像是要用水泥沙这样的方式做整平 应该会比之前还要平顺 为了降低工程期间的交通冲击 施工以分接扩和分段的方式进行 第一阶段从湛东路做到复兴一路 第二阶段从湛西路做到自立路 预计今年底完工 公共设施的安排 我们首先会在岛头一样 会有做岛头 然后做停车弯 然后让整个公共设施 会放在一个岛头的位置 那其他的停车弯也公车停靠站 所以这边的话在公共设施的排挤上 事实上目前是没有 由于建国路高雄车站附近商圈店家邻里 也有不少饭店 来往的行人和拖着行李的旅客相当多 大家都很期待有条平坦好走的人行道 尤其对拖着行李的旅客来说是一大福音 宽敞让行人好走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要有阻碍 拓宽吧 拓宽跟马路有做交接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再宽会影响车子 这样可以走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骑走都可以走啊 这样就够用了啊 比如说统林柯应国光柯应 这边的停车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在宽度上会维持原宽度 那原宽度也符合人行环境 它大概也有三米 高雄车站是不少外地人进入高雄的门户 从车站出来就能够走在优质的人行道上 必定会对高雄的印象加分 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 高雄市登革热本土个案统计至31号为止 已经累计136例 防疫团队已经规划个案周边100公尺范围 强制地毯式的滋生源检查 以及化学防治工作 师傅也呼吁因配合执行疫情调查 及检采作业 并提醒大雨过后 务必留意积水的容器清洁 高雄市卫生局统计至8月30日 工地违规自身病霉纹 采取共计47件 建筑工地积水与露天杂物 常成为病霉纹资深的温床 并使周遭居民承受巨大的疫情风险 卫生局统计今年截至8月30日 全市的工地因积水而资深病霉纹 经由卫生局拆发 案件数总计有47件 其中合逐建设在林雅 以及小港区的工地 二次经由卫生局查获 在该工地的建案之内 大型的地面积水 以及露天的堆滞杂物 因为积水而产生大量的病霉纹 卫生局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予以采发 并且热令停工直至该工地改善为止 卫生局也提醒 在工地建案之内 包括大型的地面积水 阴井积坑以及露天的大量的堆滞杂物 都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病霉纹 因而危害到周遭市民的健康安全 卫生局呼吁工地建案业者 应落实登革热自主管理计划 主动针对可能自身病霉纹区域 进行巡查、清理 对于无法清除积水处 应至少每两周投药一次 或采取抽干等措施 呼吁全市的工地建案的业者 应该要落实环境自主管理计划 针对无法清除积水的地方 应该要每周定期的进行投药或喷药 并且积极的去移除脏乱以及积水 那另外卫生局也呼吁 包括工厂、工地、公司、行号等等的营业场所 应该要积极的进行环境维护的一个管理 那防范病霉纹的资深 那共同维护全市市民 以及工作场所的健康安全 呼吁公司、行号、工厂、工地等营业场所 务必重视环境维护工作 防范病霉纹资深 维护社区及厂区健康安全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投币加水站在高雄的路边很常见 是很多民众日常买水的地方 不过高雄市府通过最新的加水站自制条例 如果设置的地点周边条件上不符合规范 在明年1月之后 都可能会面临先前的核发许可被废除 引发议会的讨论 到加水站加个水似乎是高雄人生活的日常 但随着最新加油站管理规范办法出炉 距离2025年1月改善期限前 未符合规范业者都将废除先前核发的许可证 而对此落日条款 高雄市议员也提出相关看法 现有的法规跟法令就可以对于现有合法的厂家做辅导 那即使有些不合法的一个厂家 也可以透过行政的一些法规能够在做辅导 以及辅导之下做裁罚 裁罚之后也可以撤照 这个是以这个样子的一个规范 而不是今天在五年之后 一刀切1600户 1600家的所有的政府发给他合法的厂家的一些执照 做一业就把它全部归零 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有些人就是误解或说怎么样要放宽 对业者怎么样 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今天讨论的是1600家合法经营权 我们长期以来百姓对于自来水的一个饮用的习惯 会有它的疑虑 所以说才有这个这几十年的加水的加水站的问题 其实今天讨论的不是跟水质的问题 而是它是行政合法经营的权利的问题 依照目前的自治条例来看 设在棋楼铁皮屋内或是加盖的加水站 几乎都踩到市府相关单位的违规红线 而其中棋楼的使用更是关系到行人的用路安全 因此议会也希望在落日条款的期限内 相关主管单位应该要积极辅导业者 好符合规定 也降低对加水站业者的引运冲击 是希望说主管机关它毕竟如果说 它的现况是已经构成有违反各种法令的状态 比如说使用棋楼 或者是说它有违建的状态的话 其实它相关的主管机关 它现在就可以依照有关的法律去处理了 那这部分的话是不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们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执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辅导的部分 还是需要去让业者了解到说 这个加水站条例的落日条款还是存在的 而且我们也希望顾及到说 对于这个在新法修正通过以后 也是有好几百家 依照新法的规定设置通过的加水站业者 那可见这个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鼓励合法的业者 那也鼓励现有的业者去朝完全合法的方向去努力 虽然距离2025年还有段时间 但相关单位为了市民的用水安全 以及保障行人权益 目前仍然会以逐步改善的方式辅导业者来配合条例 共同为高雄市民的用水卫生 饮水安全 买水方便来创造三营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高雄桥头堂场的入口处 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保井分队建筑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不但外观看起来残破不堪 里头更满是蚊虫 对此立委邱志伟成功争取了修复的相关经费 希望让这座历经风霜的老建筑呈现新的风貌 老旧的外墙斑驳的柱子 以及摇摇欲坠的栅栏呈现在眼前 甚至往地上一看还有东倒西歪的红砖 看起来似乎是已经很久没有整理的环境 虽然有着蓝底白字的景秦队三个字 以及亲爱京城大大四个字 不过很多民众经过这个地方 不仔细看却不知道这里的用途 你今天没有跟我讲 我不知道那里以前是一个保井 这应该是一个所谓事 这里早年是桥头堂场入口处的保井分队建筑 对于桥头堂场来讲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门面 但是年久失修 于是成了现在这副惨破的样子 在记者身后 这栋老旧的建筑呢 就是当年桥头堂场的保井分队 在立委邱志伟的争取之下 已经争取到经费要来为这个古迹做修复 希望能将古迹建筑修复 立委邱志伟顺利争取到文化部文资局经费补助 针对桥头堂场保井分队建筑修复计划 总经费共1456万元 文资局在完成审查作业后 同意核定补助582万元 或许透过修复之后 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保井分队的历史背景 也能让这个堂场里头的老建筑有新风貌 不只一般民众呢 这个整个会带来一些那个商机啊商场 然后把这个继续流传下去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 不错啊 把它修复一下也很棒啊 可是我想应该修复完可以去看看吧 多了一个景点也不错啦 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啦 但是要去推广啊 对 人家才知道啊 有122年历史的桥头堂场 是市定文化景观 但是在入口处却有着一间 满是蚊虫的保井分队建筑 希望未来建筑完成修复后 能让桥头堂场的历史面相更完整 记者 郑光佩 张树亭 高雄报道 台湾的生态环境长期面临各种外来种的挑战 其中鱼类的繁殖迅速且严重破坏生态 最有标的性的物种就是鱼虎 对水域内的水鸟是相当大的威胁 高雄市野鸟学会进行生态保卫战 借由钓鱼制宫钓除外来种鱼类 以保护水鸟为首要的目标 鸟松失地公园持续存在强势入侵鱼种 破坏原有实地生态 以鱼虎 泰国鲤等为严重 对于水域内活动的水鸟威胁相当大 高雄市野鸟协会进行生态保卫战 借由钓鱼制宫钓除外来种鱼类以保护水鸟 我们目前淡水皮躺里面大概可能超过90%都是外来种 不是只有在我们实地 是大概全台湾的淡水的水域里面 特别是皮躺这一类的 对 比如说无锅雨是最多 无锅雨几乎在每一条 不管是淡水域或者是溪流 大概都有 大概都是平地这些地方 那你要找到比较原深的 可能都要比较中上游 不然下游的话大概都是90% 几乎都是无锅雨的天下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这些 掠食性的鱼类 好像鱼虎 泰国里等等这些这样子 那当然他们因为是掠食 所以可能会引起的那种冲击 我们比较看得到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 他们跳起来去捕捉小鸟 甚至是在美隆的水质漆地 那个供水质晚上在孵蛋的时候 然后那个鱼虎就冲上来 就把那个蛋撞开 然后让它钓到水面去 野鸟学会表示 持有钓鱼阵志工在官网登陆 前来作业日期和时间 报道后 林群鸟松失地志工背心 以供辨识 同时在规定区域内来施钓 对因为往年基本上所有的 我们目前高中市的公园都禁止钓鱼 然后因为我们是地方级 回到重要失地 那我们就每年会办一次 移除外来种的活动 就是跟高中市我们这边做申请 那但是因为一年移除一次 基本上效益有限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延伸 那延伸今年的做法就是 我们会先接受报名 大概收20位志工左右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讲习课程 那上完讲习课程 做简单的测验 那大家都OK了之后 我们开始就会让他们去排班 就我们在一个月内时间 然后就上午下午 就每个时段 至少可以有三个来登记 三位志工来登记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一开始今年 七月再实施的时候 大概每天都钓到一只上来 每天都有一只上来这样子 当然这个鱼吃多了之后 可能后面的效益就会降低 但是我们至少经过 这一个月的测试 我们已经钓了十多只 累积了超过20公斤的 这些外来鱼种 野鸟学会表示 短短一个月实施 便钓货十多只外来种鱼类 种鱼货超过20公斤 效果相当明显 这个计划将实行到10月 确实将再重新检讨 让作业更加完善 记者李正道 高雄报导 高雄小港龙湖庙 拥有228年的历史 每逢中原普渡 就会打造一座 高达5.2公尺的 纸湖大誓言 而且普渡仪式 全程遵循百年古法 今年庙方更申请了 五行文化资产认证 希望能将延续 200年的大誓言文化 继续代代相传 拥有228年历史的 小港龙湖庙 每逢一年一度的中原节 龙湖庙都会举办 普渡宫大誓言祭典 庙方更会打造 全台最大5.2公尺高的 纸湖大誓言 今年更是疫情后 睽違两年 再次恢复盛大的祭祀场面 好大 好大 从1795年 就在小港地区的龙湖庙 是在地的生活信仰中心 前来祭祀以及参拜的人潮 没有停过 逐渐在地方的重要性 政界人士也前来共襄盛举 那也很感谢 那庙方盛大的举办这样的活动 来保佑大家的一个平安 那我们也期待 未来市政府这边文化局 能够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文化资产的部分 来作为一个记载跟保留 我相信在南台湾 这应该是最盛大 也是最具有纪念性的一个 大视野的一个展出 跟一个祭祀 那我们也希望它成为大家 每年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 一个经典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然后让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乡亲们都 身体健康一切平安 普渡祭典流程繁复 并且遵循百年古法进行 尤其身为全台极少数 主寺普渡公大视野的龙湖庙 从历史与宗教角度而言 都属于非常珍贵的民俗文化 因此庙方也正在积极争取 通过今年的无形文化资产认证 文化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传承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记载 有完整的记录 这样子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就不晓得 我们到底是在拜什么样的庙 其实我们龙湖庙的 大视野的这个祭典 跟我们基隆的老大宫庙的 这个历史 还有在嘉义民雄的大视野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的传承 所以才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资讯 把它整理起来 透过高雄市文化局的 这样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方式 来申请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 申请无形文化资产的认证 来到活动最高潮 也就是中元节的晚上十点 恭送大视野 祭典也算告一段落 现场民众诚心祈求来年顺利 等待明年再度迎接这场百年古法庆典 记得周福庆吴家伟李凡飞 日复一日劳动的劳工 支撑着社会运作 却经常被忽略 高雄劳工博物馆 点时曾经展 以首会及编年的叙事方式 梳理了日治时期 至今的重要劳动事件 身为全国唯一的 劳工主题博物馆 官方表示 馆内不仅记录了台湾劳工的历史 提供珍贵的公民教育 也期待推动更平等完善的劳动环境 一个又一个的抗争事件映入眼帘 仔细一看 展区中除了会出现当时的历史影像 以及事件的发生经过 还会补充日后的修法内容 扫进右上角的QR Code 更可以直接连接到事件的所在地 不但让观展的民众更加认识 从日治时期到当代的重大劳动事件 也能体验重返历史现场的感受 看了以后我觉得因为他们有做了 劳工博物馆这次有做了一些插画的一个形式 而且他做了一个 从1927年到2023年的 这个回廊式的一个走廊的方式 就让我看了以后觉得 还蛮 虽然很生动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还蛮值得看的 他从日治时代拉到近代 那拉到近代里面呢 我们其实又分成三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日治到 国民政府的这个接收的这个时间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戒严期间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解严期间 那这三个这几个时间点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说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劳动事件呢 其实就发生在高雄 然后我们也有把一些 他可能对于这个社会造成的影响 去把它放在这个展里面 让大家知道 劳工博物馆提到 这次的展览除了有台湾各时期的 重大劳工运动外 同时因为今年是逢高中六号 沉船事件的50周年 也特别推出了以女工为主题的劳动剧场 让来到现场的民众 得以从昔日报导和艺术呈现 让思绪和视觉一起走入时空回廊 其实这个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因为今年其实是这个高中六号事件 也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25俗女的这一个工商事件的50年嘛 那我们认为说其实这个展览 他后续 这一个展出的内容 他其实后续就带出了说 其实他到底是一个通勤之灾 还是是一般的交通的这个灾害 这个其实是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人 都会认为说他是一个还被讨论的地方 那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到我们这个展来 就可以看到这边的内容 那也可以透过你们自己的评断 去做出一些顶夺 透过时光回廊的方式 他是从一个日治时代一直到2023年 然后看到这些劳工朋友 他们为自己在争取权益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其实是蛮辛苦的 然后有血有泪的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 包括他的家庭啊什么的都是有被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努力是有代价的 因为他们在争取这个权益的过程当中 也让整个我们政府也好 什么机关也好公司也好 他们就是有让这个劳工的权益 慢慢的被看见 作为台湾唯一的劳动主题博物馆 高雄劳博馆不仅记录了 台湾劳工权益的重要历史 对现代学生而言 更是宝贵的公民教育资源 期待政府和大众可以来持续关注参与劳工权益 才能共同迈向更平等完善的台湾社会 明天会更好 记得李嘉隆许前高雄报导 高雄女中将于113年迎接创校100周年 特别选在这学期的开学当日 发表了雄女百年创校主题曲 MV由雄女在校师生以及校友们共同参与拍摄 就连主播沈春华 以及国际知名指挥家陈美安都有入境 MV呈现了学生时期以及职场生活的样貌 串成雄女人永恒的回忆 透过MV呈现出学生时期 在校园中与同侪之间相处的种种欢笑 以及从学校毕业后出了社会的工作样貌 这首歌曲是高雄女中百年校庆的主题曲 一辈子的朋友就连主播沈春华 以及国际知名指挥家陈美安也都有入境 由雄女的校友以及师生们一起参与MV的拍摄与歌曲录制 学生们回忆起当天的拍摄情况 开心的笑容全写在脸上 虽然妆容花了汗流浃背 但能在百年校庆的影片中进行演出 不论是歌手还是演员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宝贵经验 有一些是跑步我们就 然后就一直这样跑过去跑回来 然后其实当天很热 然后我们背都是汗的 在化妆间的时候 她整个妆都已经掉光了 一开始因为那个录音的设备就是不太熟 然后它跟一般唱歌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一开始会有点小紧张 但是录到后面 因为时间就是一直拉长 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紧张 因为都是不认识的人 我们六个其实都不认识 然后就很担心画面会很不自然 但是就是大家人都很好 都是那种很外向的 所以我们就拍摄的时候就是真的在玩 我们是真的是在聊天的状态 然后导演在旁边拍 所以拍起来很自然 然后俗文学姐就是真的是在前面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些她的经历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底下是很认认的在听 就像在上课的感觉 所以其实就跟平时差不多 虽然在拍摄前有了事前的规划 但实际进行的时候 也出现了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 像是打排球时不小心打到了参与拍摄的演员 也让画面更增添了许多真实感 非常有趣在拍摄的现场 有时候呢本身是一个意外 就像那颗球 有没有那个排球打到人那件事情 本来是个意外 可是后来我们觉得 这颗有趣 所以我们就保留了那样子的意外 总制片人以校友的身份主导这次的拍摄和录音制作 影片中的学生由熊女的在校生通过征选后演出 而其中三个长大后的角色 他们选了三个类组的职业代表 而且也都是熊女的校友们 那里面三个角色 就是我们从一类组二类组三类组 我们有一种代表性的职业 一类的话就是法官 二类组是台积电工程师 三类组是我们医师 这也都是我们毕业学姐 那我们同学演出的话 我们从公开征求之后 100位同学还选 50位入境 高雄女中113年将创校100周年 特别选在开学日发表主题曲 贴近校园生活的画面 以及动人的歌曲旋律 或许都让不少人心中泛起一丝涟漪 也让熊女人不禁回忆起 校园时期的点点滴滴 记者郑光沛 庄舒婷 高雄报道 高雄轻轨施工将进行 龙华桥新桥的改善作业 由于施工人员将进行 新桥桥台钢板的安装 因此从9月1号晚间8点起 自由路到民族路之间的 大顺路路段将封闭 58个小时 请用路人注意路况改道通行 为在大顺义路上的龙华桥 跨越爱河原本是钢筋水泥桥 由于轻轨将行兴这座桥梁 为加强桥的结构 高雄市捷运局另外打造 两座钢购桥台 日前将旧的水泥桥台调离 下一个阶段要将新的钢购桥台 进行安装 因应年底轻轨成员的需求 那我们目前龙华桥的改建的这部分呢 在旧的桥梁的这部分 在上周五的晚上 跟上周六的晚上这部分 旧桥板的部分都已经 我们已经运离了这个桥面板 也把那个空间腾出来了 由于新的钢购桥台安装 必须出动大型吊车 将会占用道路空间 施工范围也比较大 为维护吊挂作业和用路人的安全 施工时大顺一路将进行道路封闭 那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吊车 使用的吊车其实是相当的大型 分别是800吨跟750吨这个部分 那在吊车的时候 有一定的危险性 那我们为了维护 我们当地的那个用路人的安全 以及我们施工人员 吊车的安全的部分 我们会做一个交通维持的管制 来把新的那个钢桥的部分 把它吊涉到预定的位置上面 捷运局表示施工期间 大顺一路沿线周边横交路口 像是隆德新路 河堤路 河堤南路 以及连新路口 都将进行管制通行 请庸路人改道 在那个自由路 自由路以东到民族路以西 这一段的路口会做一个封闭 那周边的横向的道路的部分 也会做一个管制 那提醒庸路人要多加注意 还好道路封闭施工的时间 是在周休假日 从9月1号周五晚上8点 到9月4号周一清晨6点 民众表示未配合改道 只好提前出门 不太方便 对啊对啊就是要绕路 就提早出门 为了改走比较的路 对啊对啊 大概会影响到多少时间 大概一个十几分钟应该有 前面那个民族路改道就好了 短时间的不方便而已 没关系 高雄轻轨行进的路段都会进行路基改善 这一次行进龙华桥也同样要改善桥梁结构 将行进的桥台改为刚垢 让轻轨通行时能够确保安全 持续朝年底成员的通车目标迈进 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 高雄市道工处近期陆续开启新的护栏设置工程 不只引导通行 也可以有效减少事故发生 让行人能够更加安全地过马路 而简洁美观的设计 也让来台游玩的日本旅客竖起大拇指鼻赞 诶 行人到旁边怎么会有个长得不一样的护栏 高雄市仰工处日前为了有效分隔车流和行人 在林雅区海边路和新田路口旁的人行道上 设置了简约美观的护栏 期盼提升路口的通行安全 让来台游玩的日本旅客也比起拇指大赞 这样比较安全 在日本中的车流和行人的护栏设施是普通的 所以台湾也比较安全地上 这些地方也比较好 除了新田路口的人行道以外 大顺路以及顶山街也藉由装设防撞感 让行人在用路时可以更显慕也加倍安心 刚好是顶山街呢 因为轻轨施工出现了市民必须与车争到 甚至需要贴着墙才能行走的现象 经过当地里长的大力争取呢 才化设了新的行人专用道 而近期呢也争取装设了防撞感 努力让行人地域成为过去式 两三周前就完成了架设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里民就马上有告诉我说 这样子车道跟人行道变成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隔 那这样子行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感觉到比较安全 那其实我们的高雄牧场在这里 那也有其他的消费者他们要进入到高雄牧场的时候 也有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走的行动空间 在我们这个防撞感就是装设之后啊 我们也发现到了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们的人跟车就有效的明确的分离 我们原来还会有一些摩托车或者是汽车 会压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去 但是在这个防撞感设立之后 就是人行道跟汽车道它是明显的区隔出来 为保障用路人安全 护览与防撞感的威慑 除了可以避免行人随意穿越道路 达到间接引导通行的效果 更能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应遵守交通法规 切勿任意穿越道路 一同来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记者李嘉隆 许昌高雄报道 台湾的天气千变万化 对喜欢自由车的人而言 实在太容易受到天气影响 比赛时选手也容易因为突发状况而受伤 不过在高雄沿城运动中心 就有一处电竞自由车教室 可以在室内透过虚拟实境 进入国内外各种不同难度的赛道 还可以直接在线上进行骑友间的竞技 骑上电竞自由车选择荧幕上国内外不同难度的赛道 就可以透过虚拟实境前往 遇上上坡或下坡时 后轮的特殊装置就会因为坡度不同而调整阻力 感觉就像在现场骑车一样 赛道的话就会有难度上的不同 包含有长度的不同 有坡度的不同 都会让每次骑程的时候挑战心来感觉都不一样 可以挑选距离比较短的 像是我们高雄展览馆的一个现场模拟场景 也可以挑战难度比较长的像环发赛的场景 民众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程度来自由选择自己体验 高雄延城运动中心有一处电竞自由车教室 想练骑自由车的朋友只有在假日可以到户外骑 但下雨天气不好就不能骑 或晚上下班天色太暗也不好骑 就会选择到室内的电竞自由车来骑 是 目前的话来这边体验很多是 一开始就骑自由车习惯的 那平常他们都可能会跟车友约到外面去骑 可是当他们发现有这套设备的时候 第一个是他可以下班后直接来这边 就可以骑了 不受晚上夜间的影响 不论车友在家里面找这套设备跟软体 他一样可以做到这样上线的动作 那就不受场地空间的限制 气候的限制 他可以随时随地去完成他想要的训练 跟他要的体验 那飞轮的话 因为他是比较属于 重量那些是自己操作 他没办法体验像那种实地的场景那种感觉 就是什么时候爬坡 什么时候下坡那种感觉 一个人骑车太无聊 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骑 更可以透过APP连线 和国内外的自由车好手一起竞赛 成了十下最流行的自由车电竞赛 电竞的话其实可以像是 目前国内有蛮多运动中心 有这样的设备 都可以在线上进行连线 甚至是连线到国外 去跟线上的网友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配队 然后进行赛场上的比赛 除了比赛之外 这里也成为自由车运动选手的训练场地 在排除户外突发状况的影响之后 可以专心地练习配速和呼吸 正式比赛时就比较得心一手 室外的话当然是就是天气上 然后路面上的东西都比较不一样 那室内的话 室内的话当然它就是比较单纯在训练 训练上它就是单纯的 也不用你也不用转弯什么 就只要踩 我们请来专门的自由车教练 在现场带着你一步一步上手 怎么去操作电竞自由车 在电竞自由车里面包含你遇到上坡 就跟我们如同正常自由车团队训练一样 怎么去克服上坡 怎么去配速呼吸踏步的频率 这些东西去做一个教学 让这边就可以在室内 做到自由车训练的一个效果 运动数位化成为全球运动项目的主流趋势 电竞自由车透过虚拟实践 让其自由车可以改在室内环境 又有清零现场的感觉 还能够多人一起竞技 成为新兴的运动比赛项目 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 因为苏拉台风以及中元节需求激增 近期的高利菜价涨了三倍 飙破百元 不仅影响大量采购的餐饮业者 民众也对此感到困扰 选择其他的替代菜品 希望可以降低支出 大把大把的青菜输过 总是获得消费者的喜爱 丰盛美味的便当里 也都会有高利菜的熟悉身影 但你知道吗 现在高利菜一公斤已经涨了三倍 直接飙破百元 很贵 怎么说 就大概 他们通常都会一整棵卖 然后再切一半 然后再对半 光那个对半就要九十块了 而随着连续台风的侵扰 加上中元普度的关系 都让蔬菜的需求量大增 间接使得菜价居高不下 而采买业者们更是苦不堪言 有的还OK啦 像高利菜 叶菜类比长得比较离谱 长很久了 像叶菜类长比较多 就长得没离顺 都没离顺 但是也是要卖 对啊 没法度 除了便当业者很有感 有下厨习惯的民众也都直呼 太贵了 范范表示这阵子在买菜时 看到根筋叶菜类 尤其是高利菜的价格 都会吓一跳 只好在购买时 谨慎挑选 或是先购买其他替代菜类 我觉得都是要那个 两倍以上 对啊 就是于我们平常的两倍以上 那这样子就长很高了 在那儿算的算的啦 还要打一下算盘 还要手指 手指这样黏黏的 不只是菜价啊 我觉得全部那个物价真的是很有感 全部都涨得真的是很离谱 啊 真的是可以说是名不聊生的啦 它对办的时候就大概一斤三十五 外面卖的话 就另外买比较便宜的菜 最近高利菜真的很贵 农委会则提醒消费者 在台风期间尽量别出现过度的预期心理 囤金量足够就好 并且菜价是因为受风灾 中原普渡等因素影响 导致价格上涨 等待一段时间过后 就会回稳到正常价格 据得李嘉隆许一千高雄报导 继续带您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25到33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 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26到33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 英时多云短暂雷雨 26到32度 宜兰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妈祖 多云26到32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啰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顺心 我是李凡飞 我们下次再会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ix to on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